有关国家的言论完全是颠倒黑白 甩锅推则 中方已多次表明了坚决反对的立场 当前台海局势道前因后果一清二楚 是非取之一目了然 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期在中国台湾岛附近 开展的一系列军事演训活动 公开透明 专业适度 是对挑衅者搅局者的警示回击 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正义之举 美国作为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 应当也必须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美方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累计采取措施纠纵错误 而不是进一步加剧台海局势紧张 近期日方附和美方设台消极言行 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 是极不负责任的 一段时间以来 日方持续增加防卫预算 强化军力部署 已经引发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自身侵略历史 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抹黑 多做有利于增进与邻国互信 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 无许值建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